财富指挥官财富涨停板 而且呢台北股市今天果然大涨670点上来 一天大跌一天马上就化解所有的危机立刻大涨 那么到底未来是多还是空啊 甚至呢日本股市是一天啊断了多头啊 一天啊又断了空头啊 这种连续两天熔断的措施啊 全球股市到底怎么去面对未来的AI时代 我想第二阶段会跟各位来做一个说明 而且呢各位注意啊 昨天股市大跌 有没有告诉各位一句话 这句话写在我们的标题里面啊 世界末日的那天呢 你要全面买进股票 甚至我就这么讲一句话 应该是说叫做完美风暴也可以啦 所以我说过这地方来讲的话 解释的时候可以讲说世界末日 你要全力买股 为什么我相信昨天已经跟你讲了 如果昨天是完美风暴的话 当然今天啊 就找不到更多的利空了 甚至我们第二阶段的时候 我要跟各位重新来解释一下 我昨天就讲到了 以色列要打到伊朗 伊朗要打到以色列 中间要经过两三个国家 一个伊拉克一个黎巴嫩呢 怎么打 我常常讲说 那么第一年到第四年啊 那么基本上第一年跟第四年要打架 中间隔着第二年第三年啊 那开枪打过去二三年会不会死掉啊 所以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昨天的利空到底是真利空假利空 还有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 哪些利空是真实发生 而你必须要注意到说 可能是有太旧换新的 我想这个部分 等一下第二阶段会跟各位讨论 不过呢 我相信今天所有的节目啊 都在讲到底是反弹 还是回升 我真的必须要讲一句话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你管它是反弹还是回升啊 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所谓 台北自动化机械大展 现在最重要就是机器人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说 请你注意啊 如果你昨天没有事做的话 把42页的所有机器人 要参展的厂商 通通拿起来看一看 我的家族成员 我的研究员助理 全部都在做这件事 你当我昨天跟很多老师一样 整天在那边哀哀叫吗 我说世界摸摸的时候 就是要买这些股票 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CPC是谁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CPC是谁啊 现在每个人都在讲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注意哦 我不是第一天讲值得 我也不是第一天跟你讲高峰 高峰我16块钱 几乎每天讲到现在 哪怕昨天拉回来 我还是告诉你说 请你今天务必无论如何 先盯住高峰啊 所以强势的股票强势的产业 将来反弹也好 那反弹最好 第二个回升更好 那你要想办法跟上来啊 各位注意啊 你要想办法跟上来啊 机器人重要感 去动作耶 各位看到没有 我们发觉这次来讲的话 连很普通的机器人哦 很多人在沾机器人的光哦 不方便点名哦 但是呢 真正的机器人 只要他是真正 有去参展相关性质的机器人啊 基本上来说的话 股价呢都非常的强势 头肩底也完成了哦 这档股票我以前还觉得说 这个真正完全比不高峰啊 也比不过罗生 甚至比不过所罗门 但是他今天也上来了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这次的机器人大展 你一定要好好好好的把握 反弹也好回升也好 记得锁定财富指挥官 记得锁定我的LINE跟YT啊 机器人最好 同不同一样 跌跌最少嘛 有人今天为了所罗门 差两块三块 再跟我讲耶 差两块三块 你有没有想过 人家是差了多少啊 人家差了多少啊 各位看一下 170块钱啊 人家差多少 人家差了多少钱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各位看到没有 这差两千块了 但是这些股票 哪些要留下来 哪些不要留下来 等一下我会跟你说 不过我先讲第一件事啊 昨天为什么去判断说 完美风暴 世界模特的时候 你一定要买 怎么去判断 这个讯息本身的真假 怎么去信任 我们财富指挥官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说 不对啦 要打仗了 金价有没有大涨 没有啊 油价有没有大涨 没有啊 尤其是中东要打架 有涨吗 不然特别一路上往下 这个绩效 你就当我没讲过 好不好 这个绩效 你当我没讲过 你会说老师 就算今天涨停满地 是猜对一天啊 没关系 没关系 你就当我没讲过 但是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啊 高峰你是亲眼看到 值得你是亲眼看到 还有 3019的哑光啊 今天拉回来的时候 为什么要买 不要说3019哑光好了 哑光第一次介绍你不相信了 这里可不可以买 啊 这里可不可以买 我直接讲高峰 我们真的有动作 值得没有 来 各位看到没有 注意哦 那么这个行情里面 今天这个方式叫做 长黑点灯啊 往往第一天 也就是昨天大跌 今天第一天大涨的时候呢 那么因为这个事情 发生了非常的突然 所以有很多空方主力 还有多空双向的人呢 会趁这个时候 先把空单的期货 压回来回补 然后再一路上往上拉高 基本上听得懂也好 听不懂呢 我就这样讲给你听了 这个地方是最好的买点 称之为所谓 长黑点灯啊 长黑点灯去回撤 前一天的低点 那么但是呢 其实这个地方 多头已经开始反攻了 多头已经开始反攻了 就是这种 长黑点灯性质的现象 各位有没有看到 但是我必须要这么说 各位看一下 我这张图表上面 是没有任何一个上影线的 今天还有一点点上影线 所以呢 原则上明天还要再多做一个检查 但是我这么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在回撤的当下 回撤的当下 是空单的一个回补点 甚至呢 是利用在这种 隔一天的状况之下 注意哦 这里面还有一些小文字啊 你就大概听我讲就好了 大的股票稳住了 大的股票稳住了 但是呢 我们昨天说过 融资要杀180亿 你看我讲的准不准 我讲的准不准 应该是182还183亿啊 反正就是我讲的融资 真的就杀到那个数字啊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我的确是有真的经过计算的 先别管那么多 这里是要补空啊 补空之后犯多啊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昨天是不是生了世界末日 昨天世界末日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说 各位看到没有 我很不想讲 我觉得好多老师在电视上讲说 杀融资杀融资杀融资 我真的很想讲一件事啊 如果你在高档的时候 有带会员 很有卖股票 你讲杀融资哦 讲起来 那么对得起天对得起地 像我不好意思讲 就是这个情况 但是各位啊 假如你高档的时候 根本没有讲说要卖股票 或是你只有卖了其中一点点 那你在那边讲杀融资 不就是等于在砍会员吗 所以一个老师 到底是不是认真不认真 我相信你应该知道 我说我真的很不想讲杀融资 但是出来 我就跟各位讲 各位注意一下下 不要杀 不要杀 因为这出去的时候 就是所谓向上背离了 有钱赶快去补 但是我告诉你件事 真的不见得每个人做得到 我说接下来 可能就是一个反转向上的情况 今天是等于这两条线 结合在一起 所以形成一根红K棒没有错吧 形成一根红K棒没有错吧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这地方来讲的话 空头还有一些余威哦 明天早上要看这件事哦 明天早上要看这个哦 这个要打开哦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说 这一次最强的股票 要不就是机器人 要不就是营建股的精神建设 尤其是营建股的精神建设呢 因为它这个大型的股票啊 所以其实这次的赢家 尤其在抗跌的赢家当中呢 那么拥有高峰跟拥有这个所谓精神人最多了 或者拥有中小型股票跟拥有精神人最多了 你把精神一打下来的时候哎哟 哇这个股票其实不错了 哎吓死了赶快砍 这个股票其实不错了 吓死了赶快砍 有没有发觉一件事啊 砍完之后很多好的拉上去 甚至我觉得今天有很多啊 不小心会被砍到地板上面去的 我找一只好了 不过我也被砍到地板上去 或者3363啊 这个被砍到地板上去的 也许明天都会好哦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有有有我真的很想讲各位下面你把那张图找出来看 平常不会因为说防贷余额暴增哦 什么暴增 那就算暴增还是慢慢减你知道没有 平常不会因为这种新闻啊 就会去影响到股市啊 但是呢现在为什么有故意放这些风吹草动 甚至昨天为什么有人刻意去放 以色列跟伊朗会打起来 结果现在说一说呢 看起来还是一样啊 放几个无人机放几个飞弹而已 而且以色列有那么强的铁琼系统 打了半天也不会 也不会有什么损伤 顶多就是浪费一点子弹而已啊 好了 等一下第二阶段再讲这个 但是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了 今天晚上苹果如果涨上来的话 不要忘记了 3008的大力光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就是1597的值得了 第一个跟你讲值得的就是我黄敬哲 为什么 他重量只有4.7公斤 一开始值得没有涨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说 为什么值得你是机器人 你为什么不会涨 原来一开始流行的机器人 那么是流行那种大型的 大支的可以搬运 搬运很多东西的知道吗 搬很多东西的机器 2464 搬运很多东西的机器人 那么他一直在做这种小机器人 结果他后来告诉你说 为什么要做这种五维米 五U米就是五维米 那么二十分之一头发那么细的一个 原来我是要帮大力光做 我是要帮苹果做 我不要帮台积电 我要帮亚光做 所以我在介绍的时候各位看一下值得 才刚打完底部 才在所谓的七十五块钱 七十三块钱的上下 没多久开始涨停板 值得不是今天出来讲讲就好 好不好 我看到很多老师今天没股票 讲了就出来讲值得 没股票讲就出来讲值得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七十五块钱讲到现在 那么到今天又要快一百块钱出现 而且我们知道过去知道未来 我说过你今天也可以买3008的大力光 因为我认为苹果今天晚上会很不错 但是我这么形容一件事 我还可以抓到一个更厉害的股票 因为机器人的镜头也是他供应的 叫做亚光啊 所以苹果能够撑住什么 苹果能够撑住值得 里面最大的受益股可能就是值得了 刚才是不是跟你讲说 请你注意啊 自动化机器人大展竟然他排名第一个 他怕你看不见他 他直接给贴在最上面了 所以我昨天叫你说 赶快去看一看赶快去看一看 有没有 你去看了吗 不要老师 我的股票到了好惨 世界末日的时候你要睁大眼睛 知道吗 亲爱投资朋友 世界末日的时候 尤其还有一件事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昨天大家都跌7% 你不要怕 你说老师为什么不要怕 我吓死 我告诉你每个人都跌7% 每个通道 10%10%拍谁 以前我年纪比较大都是 以前跌7% 10%每个人郭台铭也跌10% 魏哲嘉 台积电董事长也是10% 张忠谋也10% 郭台铭也10% 马斯克也10% 黄仁勋也10% 这个时候你可以好好去睡觉 黄仁勋不会看他的股票一直往下跌 马斯克也不会看他的股票一直往下跌 因为他一跌10%的时候 跌最多的就是马斯克 因为他分母大 我告诉你一件事 全部杀光光结果隔天 我跟你讲再买又涨停 看到没有 注意哦 我相信 今天一定又有看我节目的观众朋友 又把他卖光光了 到了尾盘又后悔了 我最近有很多客人 我认为讲这只股票干脆一点好了 我认为距离的远近是决定你能不能赚到钱 能不能抵抗风险最大的根据 我相信有很多看我节目的人今天现在想说糟了老师昨天真的有讲这个地方世界末日完美风暴要买股票糟了我股票全部卖光光为什么距离太遥远你在那边卖我又通知不到你有很多人可能还哎呀怎么被嘎空了你在那边卖我怎么跟得到你同样的哎呀高峰怎么哎呀我告诉你一件事啦我网络上留言很多啦很多买16块的卖20块的很多买20块的卖25块卖30块很多30块的 还有人卖27块啊很多买27块的昨天也卖掉 你需要这样子做吗 你任何一个动作你就可以你只要拨一通电话你就可以接上我们了 不管是高峰也好不管是未来我要跟你讲罗生隐汉所罗门这些重要机器还有今天全新的机器人还有值得啊都是一样的啊 我真的讲句实在话一点如果你的老师有讲值得的话你赶快来找我因为我才是最低一个最低档跟你讲值得的人 这支股票是我发现独家发现高峰也是我独家发现的你们老师只是靠嘴头上口头上面去讲口头上面讲你赚不到钱嘛 我也可以跟你讲说今天所有涨停板我通通有啊我不知道今天我的涨停板蛮多啊来来来台光电我也有啊热视绿能我也有啊大桶新我也有讲的有什么用讲的你赚得到吗 但是各位注意一下下你跟上来我带你切在最低档你跟上来我带你切在最低档你就赚得到 我昨天已经讲那么白了啊你看到没有CPC值得看到摄影师赚第一点啊值得什么值得科技股费有限公司看到没有南港一路啊啦啦啦啦啦 word LA 幻阱各位想尽办法赶快跟上来我说过我们说到做到才是你最能够信任的尤其是昨天这种情况之下你能不能信任你的老师 你老师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魄力跟决断力 决定你真正的未来 下一段我会跟各位讲 明年是大AI时代 什么叫大AI时代 什么股票可以买 什么股票不能留下来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来找我 太弱换墙 不要把弱的股票继续留下来 尤其是等一下我要点名了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记得我讲的这句话 那么你跟我的远近 决定你高峰能够赚多少钱 你跟我的远近 决定你8374的罗生能赚多少钱 你跟我的远近 能够决定你所罗门能够赚多少钱 你说老师所罗门今天还有低点 不用紧张 我告诉你一件事 昨天的低点跟今天低点 国际股市震荡一千多点两千点 你再跟我讲说 所罗门跟昨天差六块钱 我告诉你一件事 震荡千点 历史上都没有看过这种状况的 能够挺到这样子 我都觉得很No.1 那今天晚上假如灰打涨上来 你看明天所罗门你买得到吗 那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 国家市场里面在这种危机的时刻 甚至说在你彷徨无定的时候 以前一直在涨 你都不知道说哪一个老师好 每个老师都很好 等到这么一甩的时候呢 亲爱的投资朋友 到底谁能看得说 注意啊 乐观的时候你要注意到谁比你更乐观 尤其是这种单位平常不会看错的 突然给你放出一个很奇怪的新闻 这是新闻 我知道可能有些老师看不懂什么叫出货新闻 但是 人家放出货新闻也没有罪 他反正他只是表达他的看法 他没有跟你讲说 我故意要拉高让你套牢 他上面又开始写说 我是高盛我要让你套牢吗 没有啊 你说政府怎么抓他 也没办法 所以国家市场你要找到一个真的看得懂的老师 真的看得懂的老师说过 高档卖出啊 低档谨慎买股票 现在每个老师都说他高档卖出啊 有没有啊 有没有啊 问你最清楚了啊 高档有卖吗 其实没有人 有很多人连高档卖出四个字都不敢讲 只跟你讲杀融资杀融资 杀融资 我问你啊 抠讯抠给你的时候 有跟你讲说不能用融资买吗 没有啊 那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说 我一直不想讲杀融资这个事情 因为讲杀融资 我看起来会跟那些节目很像 那融资不是会员吗 融资也是会员 融资就是你啊 所以我常常讲说 做一个节目真的要从头负得到 有的时候真的很难面面顾到 但是我只告诉你 昨天在所谓最惊慌的时刻 我告诉你说完美风暴 你要全面买进股票 甚至我这里面没有一当一只歌 叫你说赶快把融资退掉 连这个字都没有啊 所以 希望所有朋友能够感觉到我们真正的一个诚心跟用心做节目的情况 我真的是把会员朋友的钱当成我的钱在看 所以呢像这样的事情 我相信很多朋友 哎呀不得了 股票全部杀光光 我说不对 这中间开一个伊拉克 中间开一个蓄意啊 这怎么打 伊拉克说我在这边 你这边给我开枪 碰 飞弹掉到我家里面来 第一连嘛 第四连嘛 中间二三连嘛 你在那边一连跟四连怎么打得起来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我问各位一件事啊 就像什么 就像台湾可能要打哪里 我们假设台湾可能要打 这个台湾可能要跟人家打架 台湾可能要跟人家跟印尼打架 中间格勒没有怎么打 所以这就是 昨天不合情的情况嘛 所以各位注意到一件事 这个行情里面本来是多头要回党 被空头市场利用的时候 放大了很多新闻啊 但是回党的时候 我们告诉你 油内 请看清楚 油内 很清楚哦 所以请大家留意啊 这里面有很多新闻在这次 很值得去检验 例如说像这个 辉达最新的AI晶片传有缺陷 结果呢 是只有给Meta这家公司的有缺陷 因为Meta可能他要求的比较多 并没有涉及到那个地方啊 所以这只是说辉达的Meta 相关性质的晶片 晚一点出来而已 而且他补了他另外的晶片 今天糊里糊涂的这个股票涨上来 他补了那个晶片 跟台湾电有关系 我没有时间跟你解释啊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新闻可能就是最重要的了 你看英戴尔这是月线耶 这是从2021年到现在为止耶 大家都在走多头 他一天到晚在走空头 一天到晚走空头 然后呢 竟然有这样的执行长 真是厉害到受不了了 大家外面传说啊 要裁员一万个 后来说可能是一万五千个 他盘中出来澄清说是一万八千个 而且未来英戴尔的状况会比将来还要来得更糟 我认为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现在似乎在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状况了 各位注意 全球为什么震这么大 我认为啊 接下来假如AI要大涨之前 我们现在假设AI要大涨 那么这里面来说的话 基本上逃 把这个所谓的余额给清干净 那是绝对需要的 第二个 可能会淘汰啊 淘汰不合格的厂商啊 所以我这么形容一件事情 这个就叫做不合格的厂商啊 我真的很怀疑一件事 我觉得陆行之啊 外资讲的是对的 你找台积电退休的刘德英去当执行长 保证你英戴尔重新抢起来 英戴尔一直比不过我们台湾台积电 这个时候台积电要笑才对 怎么台积电要哭呢 我们台湾为什么要哭呢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啊 今天台积电涨上来 英戴尔跌下去 昨天晚上的美国AD 就已经这个反应了 反而是代表说 淘汰不好的厂商 好的要上来 而且各位看到没有 一天断多一天断空啊 那注意啊 我怀疑这个行情里面 根本就是一个所谓 月线的长线回档 甚至呢 你觉得明年真的没有机器人吗 你觉得回答今天真的结束了吗 你看到路上满满都是机器人了吗 特斯拉之所以跌下来 是因为路上满满都是电动车 苹果之所以跌下来 是因为他目前他的手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创新了 你东西都还没出来 你说这个地方故事结束了 不可能 这才是iPhone3的时代而已啊 将来还会到iPhone10啊 但是注意 有些厂商像刚才提到的英态 反正你晶片也做不出来 你AI PC又做不好 那么我们将来很可能用 GPU代替你的CPU 你挂了 你的技术被完全取代了 像这样的公司啊 各位看到没有 我不好 真的要点名啊 救命啊 拜托 救救我 我真的不想点名啊 你们有想过啊 这一年都没赚到他半毛钱啊 涨的时候一块钱都没有 跌停满的时候你就有啊 看到没有 涨的时候 从龙年到现在涨的时候没有啊 跌停满的时候你就有了 油价也差不多了 所以为什么说油价不对 涨的时候没有你啊 跌停满的时候就有你啊 那你说这种股票你留下来干嘛 你留下来让自己的财 昨天全部大跌你不要怕 最怕的是别人的股票涨你再跌啊 你小心一点 苹果特斯拉 英伟达 NVIDIA全部涨上来 超级成长事业涨上来 看到没有 最怕的是人家的股票已经在涨了 已经在涨停满了 这么大的股票涨停满 你的股票还在跌啊 还涨不上来啊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说各位注意啊 别人恐慌的时候 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紧张 别人乐观的时候你可以看比乐观 悲观比看更悲观的 我还是跟各位讲说你看到没有 我一直跟你讲希望在哪里 我一直跟你讲关键在哪里 我一直跟你讲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现在还有新的股票还在低档 还有新的股票还在低档 请你赶快跟上来 尤其是机器人现在可以这么形容一件事 从比较贵的机器人 慢慢的涨到比较便宜的机器人 你说老师比较贵涨到比较便宜 高峰不便宜啊 当初才16块钱 现在30几块还很便宜呢 注意啊 从比较贵的机器人涨到比较便宜的机器人 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机器人都要大涨 比较贵的机器人有创新 比较便宜的机器人可能没有创新 但是现在挥达加持他有创新的 所以他这个感动元件驱动手臂 打开来你一定认识 欢迎各位想尽办法赶快跟上来 在最重要的时候 能够帮你做出最重要的决定 甚至呢现在告诉你说 你如何在失败中重新开始 就是要靠机器人 就是要靠这次的自动化大展 欢迎所有朋友 想尽办法赶快跟上来 这个行情里面 我们认为回升的机会是比较大 但是不管回升机器人 是你一定要把握 请你拨通机器人 帮助你专线 那么请你跟上我们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助付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